说实话 我没想到 饿什么 看着你就想笑 我没想到来这么多人 刚才走的这剧场 我还看着 这个没入场的时候 还在那排队 我这个拿眼一看 还是这个 女孩居住 要学话 所以我走门口 有两个姨老头 老太太跟这就玩 老太太看着这什么节目 这一对姑娘在那排队 这老头还给家庭 这肯定是三八爹 妇女爹包场 你不会 妇女爹包场前天 这都十号 人家单位倒班倒不开 那挪的真难 我这女观众再多 现在也赶不上张云雷多 张云雷在三厅园卖反了 弄一个男的没有 我们这剧场阴气这么重 就已经这么 活了 哎呀 刚才我们那个师弟就说了 实话实说 有点对付主经济的 为什么呢 去年我们这书馆还都是下午开 今年的改成上午开 这大十八六确实是 早起 没那么大能带 有马的历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 说书啊 我老说 跟我们师兄界聊天 就说 非常地危及 为什么危呀 不是说过去老先生说的 比我们现在说的 那么多的好 不是 我爷爷 一九二 我不知道你 我祖父 哎 呃 音乐 现在我们师父 很多人也不一样 当年 小时候学徒 明国的时候来点净 我听参写我讲 实事 我祖父 1920年 北京东华门 现在您上 北京东华门 新作战市场那样 我祖父在这学码 当年北京有一个说评书的老艺人 叫王杰奎 不知道各位知道 跟袁过程先生的父亲 袁杰英啊 袁杰英啊 这些个 杰子辈这些艺术家 就是一辈 王杰奎老先生 外话叫什么呢 叫静杰王 怎么叫静杰王啊 不是恶霸啊 我弟弟一出来 都跑了 不是那 老头说包装案 说得好 跑到什么程度 各位 每天北京城下午两点 有事儿 办事不敢出门 说怎么叫办事不敢出门 反正到两点 所有拉黄包车的 找一个 有话匣子 在那买了布 把黄包车一撂 跟着租书 说这时候您再出门走 说我东四白了 西四白了 我再拉我去 不去 加钱不去 这会儿我给租书 这叫静杰王 那真是意义 说王杰辉老师让咱们说的好不好 是好 但是有一天 那个时候娱乐时段 过于得频繁 上西完的听个戏 话瞎的听个说就这样 可今天就不一样 今天 网络媒体的视频 今天跟我们十年前再说出又不一样了 我十年前 六年前 在那边说的 话什么时候 哪有什么直播呀 也没有啊 网络视频也没有这么快 当年底部我看了视频 六七年前我下过视频 下台漫 现在下过视频 不用存了直接你打开就能看 进行太激烈了 直播网络媒体电影电视 您不听我们 今天您跟家嫂子起来被窝里边 花一百多块钱出了会员 您去康王驾照 那天第一个院 我们这五只才听那么异常 我走的忙跑咱们隔壁 重发电视院 老重发电视院 先叫手动电视院 你你看看 奥斯卡这回 最好的电影三块广包盘 我认为应该最佳影天 但是这回是最佳影响 最佳那边也不错 三块广包盘在那卖十九块钱一张枪 加十块钱给一个爆米花 给一个可乐 我们这五十你说怎么跟人竞争 你说让我说咋也 你认为这三块广包盘 我说其特别看没看 这真应该是最佳影天 不论是编剧节奏上车之后 我也不论是水晶屋里面 整个最佳影天 但女主角身材还是 他说到公司一刀不钱 我看是一刀不钱 他一刀不钱我就买MS 这个说书啊 六年前 一刀往前进 但是六年前 我们在协队过 我们这原来这个 所以说法 我在那说 六年前 刚才跟一刀 我们在一刀 这一刀到现在 六七年了 怎么啊 2011年12年 12年我在这说 为什么12年后来 我当时说完就不说了呢 这跟您各位教我实力 这也就是今天来这些文化 12年初 我就开始跟我们这少班主 郭麒麟就开始投作了 你看六年了 12年初 12年郭麒麟多大 他是1996年二月份生人 我们俩大伙那年 郭麒麟十五岁 十五岁了 十五岁了 我们俩大伙 就这是郭麒麟的船底 中国现实界历史上 我们长见 小蘑菇能量大不大 没有郭麒麟当时 尖途上的热楼中 十五岁船底 您各位到郭麒麟社 盟口黄牛熊倒票了 二三十二票 盟口倒的挺高 两百三百 谁进来花钱 还十五岁的孩子 传言说相 不好看 所以我当年说实话 跟郭麒麟 我们监督上任务都很重 这一晃六年 到现在 现在郭麒麟行吗 咱不能说是中国 比较有名气的点 起码一提起来 大伙来都知道 在舞台上 咱不能说独打一面 但我认为 同龄 同阶段的演战 他应该算是 艺术上比较成实 现在人也偷偷说 对不对 人从业电影 给一个姑娘 给两姑娘 那怎么办 你多刮不失业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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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这样 那个他确实日好啊 你开电影开电视 我老说是人家那大追货 但是电影他拍完了 他满世界卖起来 我们这个 您真人十几次给您演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电影 就是战狼人卖古多个亿 我们这个干什么时候卖古多个亿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送的别人卖张 一波 所以这门亿主啊 不好干 说书 我认为啊 现在各位 当今说书的好演员 怎么叫好演员 说书演员要占四个要求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好一点 作为说评书的演员 个人条件要卖格 你作为一个演员 所谓来说像的 体态 身材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话 就是你要符合一个基本条件 真的您得看演员不好干 您老觉得演员好家伙 开个戏 拍个电影 说偏从哪里 那么高 我跟你说演员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干 您各位都上班 您在单位说 有个病啊 感冒啊 发烧啊 比如今天布小金 脸滑了一下 不用想就上班 该工作还工作 您在家卸的单位 也得给你开工作 演员故事 我们有点任何身体上的 体态上的这些个瑕疵 我们就干不了了 我没有瑕疵 我说这意义 它很脆 就在这 我这手 说实话 拿一口子 这包上 我上台不好 这身上观众就得琢磨这 就不听我说 我脸上罩这些滑一口子 我也演出 干演员 不随便 所以说演员 所谓来说 个人条件 一 被人的合适 第二 说凭书的演员 你的表演技巧 专业技巧的合格 你说像 我师父讲话 半分人员好 都 还说像 能围住一个人 俺俩人干 我妈自己得一个人干 一个人干 拿谁开心 没人开心 什么都不合作 说书的技巧呢 书表屏数 你背着原文 说这个书 这是我们扣的 就是有专业技巧 这是第二 第三点各位 说书的演员 真是储备要到 过去说书的叫先生 为什么说像 站着说书得坐下 不敢说高抬教话 起码是劝人向善 说像叫演员 说书的叫先生 什么叫先生 老师成为先生 老公也行 这个可以多来 说书的成为先生 过去了 人家 为什么说能有先生 在书的实话 实话实说 不是说老先生 老艺人 他学历层次有多高 过去的观众 变成学历层次文化水平 没有能够高 今天我相信再过 年轻的观众 起码都是等生 你上学 我说对不对 起码是等生 过去的剧场 观众没有这么高的学历 好多是有人识学 对不对 人真说清华北大教授 说高材 这时候也没有那么大学生 谁说做了书广听书来 可今天 今天网络上的观众 我们现场的观众 都是高学 这些个有人话 有层次的观众 我也想 您记得非常 我就是说德云社的观众 是非常狡猾的观众 今天能选择听书的 是德云社的观众里面 有文化 有熟悉的观众 今天到了 一爱听书 说明您啊 愿长学 他眼神怎么能说 教观众长学 下个座的研究生 有这个反省的角力 我怎么给观众长学 对不对 所以说你的知识准备 你不能让观众 把你给观众 我小时候听书 咱说实话 这个 好多说书的老艺人 说一个大老宗师的 善天方善先生 这是我比较崇拜的先生 善先生说不说的好不好 好 人家很主婚 人干这个 也是心和大力 对不对 可我小时候 我初中听善先生听书 也不爱听 那样呢 善先生说这白眉大虾 说白眉大虾吃粮 一溜一度身 燕里三潮水 轻松提纵树 蹭温 蹦起来了 蹦起来 蹦到半身空虎 刚要往下落 大虾左脚一踩 右脚蹭 又蹦下来了 刚要往下落 右脚一踩 左脚蹭 又蹦起来了 我听到这 我就把他关了 这不说呀 系统内力 不产生加速度 我说 所以对呢 你要这个书 互动小学的话 就可以 这是初三五里 过去你上个初二 就是互动他可以 所以你有这一点 让观众认为 你是胡说 记住 你就再也得不到 郭文明的信任 这就是说书演员 非常不好干 无不知破航空 再过您干什么 都有 有纺织的 有采矿的 有上学的 您干什么 工作都有 我们在台上 五昂八字 我们什么都得说 怎么叫 无不知破航空 我们都得明白 还都不能给您说错 说错一点 您顿时就觉得 我这个有毛病 下回再让您摆上 您就觉得不值了 知识储备 第四的各位 说书的最重要 什么呀 说书人的人生格局 这是最重要 评书 怎么叫评书 书是一方言 关键在你们的评书 听的是什么 不是听书 三国水火 您上书店买一本 不用索 您自己都能看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演员的个人妹 看的是我的人生观 价值观 书领您 您能不能认同我 这是难用 具备这四点 首先咱说 咱说这头一个 演员 个人素质 长得漂亮 不见得能干净书 为什么呢 他专业技巧不足 你把天安 佛伊斯叫过来 他是长得漂亮 能不能说一个 他没学会 个人技巧到 我们这有台的学 学评书 小孩学书 跟师傅学 能学评书 为什么也说不了 他知识储备也够 知识储备够够的 北大生活哪个教授 爱因斯坦 你叫过来 知识储备也够 但这人生格局 可不见得大 谁人生格局大 特朗普 扎克伯格 乔布斯 这二人人生格局大 咱能能说书吗 这占这四 话说过来 占牛四眼 谁还说书啊 弄不对 我当这个吴秘书长 不好 所以这样 你这孩做 应论那句话 好汉不爱干 赖胖干不了 全世界最难的 就是这话 世上荒荡诸如 唯有说书难行 装门装 我自己 好像一排大气 金哥铁马 都得我这一张嘴 给你说 人家一个店 投资好几十个月 我们得就这一张嘴 没得多得也能说 我们说书 我们这几个都适用点 一会儿您看那个 李云天 就是说相声的一名 说出的一名叫 李景林 这是我大师哥 我们有一个 李云天 叫李根 叫李景奇 取的哪两个 麒麟这两个 我说麒麟 麒麟 我们这一门户 西河门 排这个井子 我师爷金文生先生 金文生是相声的一名 他这个西河古书的一名 叫金连润 排这个门子 跟田连元 这都是师兄家 上田方 这都是一辈 再往下 我师父郭德纲 一名叫郭曾福 曾子 高老师叫高曾喜 高峰 余老师的余曾福 排在我们这边 我们那是景字 刚才这俩 这我师哥 再往下拍 原来我们那搭的 刘鹤春 一名叫 刘景春 我叫什么呢 我叫严谨鱼 我这不是唱来的 黄景渔的 恶美 当时拿到鱼 我过去不在乎 黄景渔 黄景渔 这真火 现在 我不看狐乱行动 我还不知道这个 我叫严谨鱼 严谨鱼这仨字 怎么来 我怎么讲 我呀 早就想跟我师父 要一个西河古书的 这个意思 但是我不回思去 为什么呢 虽然说 我们这个区 以说评书为主 但是我们这个 还是名义上 叫做西河大 什么西河大 你老听昨天说 放过来 骂小小头 青色残雕 金鲁笑条 过去西河古书 唱给 连说代唱 后来慢慢慢慢演话 演话 演说 这个唱的越来越少 基本上 就是都改为 以说为主 全国知名的 这些评书演员 你看善天方 善先生 刘兰芳 刘先生 这都是西河大 五年货 我为什么不好意思 找我师父要 因为我不会唱 也不会不会唱 能唱两句 但是鼓啊 咱说咱不会 我老说 你这个 基本的这个 你都不会 你怎么好 一次去要个字 哎 这个时候 你就看出他 棒着哨班 你这好 我把这个事呢 这个 出去商演啊 我和郭金林 那时候还睡一张房 这个千万不要播 我和郭金林 那时候睡一个屋 初级看我师父伤眼 说一屋也是标签 开车 开车 你说一下 眼督伤初级 一顿都给这大吵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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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郭金林啊 还睡一个屋 我把我这想法 侧面就跟郭金林说 我说 啥 我说我这 整个屋 这就是有知识的观众 你给讲的 什么叫整个屋 你跟我演 我就告诉你 我们都不用整个 说整个屋 我把这个侧面 就跟郭金林说 我想要一个 这个西河大 我们的这个字 不好意思说 你说你都能帮着我 跟你妈说 郭金林好这话 行了哥 你们往这边交给我 哎 这么来 上午说的 晚上回来 就跟我说 我说你的事成了 回家下来 我说要你什么字 你叫严谨于 各位您听好了 我不是我现在用的这个鱼 我现在用的是哪个鱼 鱼换一个鱼 把这树心盘去了 是现在这个鱼 郭金林回来 给我要的是哪个鱼 现在这个鱼 再加一个三丁水 说完了 他洗澡 鱼 各位他洗澡 你活个啥 干啥 干啥 付的时间长 又没关系 他洗得活个啥 各位 他没上过去 我上去 我正经211985 我是一百分之一 我过去来 我是两岗进士出身 这鱼当什么奖啊 三丁水鱼 这张什么奖啊 这张叛变奖啊 忠贞不渝 誓死不渝 这人当叛变奖 当改变奖 前面家这井 井怎么讲啊 井能养过去 井目 井养 严谨 这仨的人觉怎么讲啊 人家家 你怎么羡慕 那是造反的 好家伙 我听了这话以后 完了 我说 人家想在德云社 晚心一路 我这哪 我师傅这给个算 这就是 这提醒我 这还是骂我 我反过大事 我就非快想 这当时 这直接出什么事 我琢磨各种 我就 纳门现在的网上 这些个文娱 这些个编辑 也没有文化 我在老大 这些人头条上 你看 写我啊 颜色祥 太子太宝 这不胡说八道 什么叫太子太子 你知道什么叫太子太宝 太子太宝 太子太师 太子太父 这是过去古代 清朝时候的关节的影响 什么叫太子啊 太子太师 那个教皇上 教太子文 是叫太师 教母的太父 太子太宝 是保卫的太子 叫太子太宝 这么叫这个名字 不是说真干了佛 这是给你荣誉称号 刘勇也是太子太宝 刘勇敢没叫佛 我怎么就太子太宝 最不准 我底部是太子半徒 你真的是太子半徒吗 虎仪 爱斯丁罗虎仪 上课的时候 南书蒙玉老师给上课的时候 谁跟着学 虎仪 虎仪的弟弟 跟着虎仪一块学 太子半徒管什么用啊 老师给太子讲 太子发个错误 这种打太子 打半徒给太子看 是干这 太子太师 那你一老是太子太师 这可以 你管我叫太子太 这都不算什么 去年那个 少帅初生的发布会 你们去了吧 有乐趣的见证 那种诗人也不是谁找的 侯仪介绍郭其林 这是我们国务社的少帅 今天少帅中章 好 过去年下去以后 有请看到大大优秀的 项目艳员 我们的摄政王 颜伟 你刚才都在吧 书都脱了 好 你说我的后台 给我师父送一张猪子 我哭头我就怪 我师父这谷 我教他了 他跟着我编 好家伙设计 什么叫设计 大优秀三百多年就两个设计王 顺之在位是公主管设计王 虎仪在位是宰封设计王 这俩一家罢了一亲罢了 我这完了 我这完了 我这肯定是 这肯定是 这我师父生气了 给我这么一字 都是骂了 我怎么办现在 已然是反心已落 我现在学谁 我现在 我 我孝顾一直崩 我现在直接 全国门之变 我用太子进来 妈也不行 太子洗澡 他现在 他现在光了地 我进去 他得扶我 哥哥 没到姑娘现在 好 给我吓坏了 我昨天出来 我在意外 我才明白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们这外地商业 还在重庆演 重庆的简称 是三飙水的领域 我师父已经得了 既然严格祥在这 要的这么赵 既然他可能就是 跟重庆的地儿有缘 就叫严谨鱼吧 我师父没想这么过 得亏我当时 沉住了一下 长进我一下 但即便这样 咱面我也找我师父 我师父 这个虽然是 这个重庆的简称 但咱也把这三飙水去 这学在的不吉利 实在 所以我之后 才叫这严谨鲁鱼 我师爷新闻之上 金先生 我最早听这个书 是从我师父 郭子刚先生 2008年的时候 我师父 我师爷新闻生 先生在讲书 我也说过这个书 这个书是个老段 刘汉文学 我们这很多讲书 你说 明天 都说 天津实事 过去老先生 在天津内说这个书 历然就把这台的类住了 写上 天津实事 民族八大奇案之一 那么我说书之前呢 我我师兄弟就劝你 我哥您开书啊 别开这大口都说不去 这样我们这孩一归一归 你们各位记住啊 生书熟悉 英族孽取义 说书都说新书 说老书吃亏 为什么呢 好多这个剧情啊 道理 让观众都知道 你说的再新闻 你也说不过之前人 书到就这样 就这故事 那我为什么挑这书书呢 我说 您记住 肯定是跟别人书就不一样 军医 军医 哎 跟我师父也不一样 跟我师爷也不一样 为什么这书 隔了好多时间 我没说 我们一个人就叫了书 这个书的披露太多了 大部分的演员说这个书 历史的迷代 一段辈子 包括时间 给观众交代不清 这里边有披露 好多这一个史实 为什么这故事 能变这个书呢 没有换成日子 能变这个书呢 就是因为它是个弦烂 好多历史当时的实体实事 没有人正确 所以你要说这个书 我都去考察了这一篇 包括天津的民事当案 包括不去 不太有书啊 我都去实体调查过这个书 好多东西被人家说明的 所以就不说糊涂 张宋夏的东西有学问 你哪儿说错 人观众没出了 过去这书最早是怎么来的 我们相声老艺人张宋辰先生 他最早是把这个故事改成 当口相声改成冰箱 金文生先生当年张宋辰先生 在医院伺候他 张宋辰老先生在病床上 把这个故事的等待大概的脉 给金文生先生说 金文生先生在家宫等里 传传传 才传到来进去 咱这书从哪开 各位 大部分演员 你让天津天 这个书都从天津内开 我师爷不从天津开 我们也不从天津开 为什么呢 主要的故事发生在天津 但开可不是在天津 在哪儿啊 咱这地儿在武汉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武汉的观众 没有啊 没有就好办法 武汉是一个大城市 武汉三镇 武汉不是一个地方说的 武汉三镇 武昌汉梁汉口 三镇连一桥 武汉这个名字其实很短 什么时候才叫武汉 1925年民国政府 北伐城以后 把省公从广州迁到武汉 采访武昌汉阳汉口 这三个地儿 何之都叫武汉 武汉这个名字 到今天时间进入牧场 为什么这个城市重要 各位 过去武汉来说叫九省公区 南其北六十三省九省公区 你把中国的版图打开 您看武汉的位置 无论是地理政治经济 都是最风险 怎样最风险 中国最大的合流成江 武汉在最风险 京广铁路 中国铁路的大动漫 武汉也在最风险 武汉的铁路的客流量 是全中国第一 航空客流量也是没有前来的 在航空运输发达的 发达以前 武汉在中国的贸易经济 GDP发挥着举足轻度的作用 1930年武汉的经济是超过的 为什么呢 武汉是汉江入长江的木海口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 无论是汉中 还是四川 包括是梁国湖南 大部分的蝉鱼 都要通过长江顺流而现 到马到扬州 到扬州走金行大鱼和北上 代表京师 江各户一带的盐商 淮盐嘛 盐商 大部分的盐 包括茶叶江南 也要通过长江流入内地 这个汉口当年是大大头 商与云集 连现在在这个汉口 大大头 过去来说孙公山先生 其他成功以后 一度想把武汉打造成中国的纽约 世界的伦敦 武汉国当年有东方芝加哥之上 您琢磨过吗 当那个樊上到什么时候 我这两天看了这个书 法国有一个历史人家叫 历史人家叫国代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国代 这是一个法国艺 我很喜欢一个历史人家 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书 叫《菲利普二十七的冰宫海世界》 是一个很著名的书 我看这个书我就发现 欧洲有一个城市 跟武汉非常鲜像 法国各位不知道去什么呀 法国有一个城市叫李洋 这是法国的第三大城市 除了巴黎马赛人的 李洋是第三大城市 李洋为什么像武汉 对不对 这是我的观点啊 李洋是罗纳河 跟所有的法国两条重量核的一个消息 跟武汉的地理总是非常像 李洋在欧洲的政治经济贸易历史上 发生的东西 和同样的作用 纽约那个自由女神像 大家都知道了 那是从李洋双船 顺罗曼河而下 走地中海到大西洋台运那里 咱们老说 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好多贸易 有黄金的 包括丝绸 怎么留到欧洲内陆的 走丝绸之路 从西安到中亚 去区利亚伊朗 小亚西亚半岛到伊产河 当年居日卡丁堡 不是从那儿坐车 坐巴尔干 就直接到欧洲内陆了 过不去 从居日卡丁堡装船 一直到马赛 顺带到罗纳和四个国上 到李洋下落 这才通散到欧洲各地 您记住啊各位 凡事交通要到 必是文化昌盛之所 您要到李洋去旅游 到法国去旅游 您记住 卢浦宫是必须要去的 李洋的美术馆也是必须要去的 在欧洲的地位 独亚文部 大英国务馆 还有卢浦宫 为什么呢 就因为他的交通要 商骨云集之所 文化成圣之日 刚刚有个画 罗纳和的兄弟 独立军的蛤蟆 罗纳和的兄弟 您知道 李洋没去管理他 啊 文波 罗丹 一家所 那 太多了 哎 李洋为什么向武汉 可呢 武汉 既然是商骨云集之所 也是文化性命之 中国都是啊 西安也是啊 咱有成语叫金卫分明 金卫分明这成语怎么来的 金卫和卫 卫和是黄河最大的支流 金卫是卫和最大的支流 金卫两个河流在西安这个地方跪居 这也是文化城市 武汉更不是 汉口 汉口当年就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音乐场所的汇集之地 咱这书 从哪看 各位 就从汉口有一个地方叫新欢乐园 我师爷也说过 当年叫欢乐园 也叫做新欢乐园 解放以后这个地儿叫新民众乐园 您现在 从这儿出门 二十八年打车到西哥这儿 啊 动车六个钟头到汉口下去 打车十分钟 您说我去西林众乐园 汉口司机没有多烙 这边在哪儿 武汉市汉口 汉口区啊 中山大道 您现在去 1919年 这个地方开议 当年这个新欢乐园 在中国 说热闹到什么程度啊 上海的大舞台 天津的劝劝场 这些观众都知道 我们这东西社说还要在上海开东西 我们还看上海大舞台 上海大舞台 天津的劝劝场 再有就是汉口这欢乐园 太好了 为什么我说这书跟别人说的不一样 我为了给您说这书 我去您三下汉口 为什么呢 我就去这新欢乐园 我得看看 究竟当年是什么呀 为什么我金文生事业书里说的啊 他在新欢乐园大舞台 他当年在新欢乐园大舞台 但是他是警方很偷 那时候也不叫欢乐园 这么多说书的演员 你们没到过新欢乐园 你怎么输这新欢乐园 有没有啊 是不是这地儿呢 我三下汉口 从这儿出门 我坐着开车 一千一百五一公里 实际到汉口 不夸张了 您先一行啊各位 睡风车 啊 接了吗 接活了吗 没接活没接活 我太穷了 三下汉口 有一堆事我们进来 有一堆事是小龙下 有一堆事是表白的 这我看的小龙下是最好的 哈哈哈哈 小龙儿我们全国这么多的演员 哎 长江沿岸啊 这么多地儿武功事件 你们说重庆武器昌 啊 是是是是 那个武汉 九江南京 扬州 镇江上海都不入汉 您这位谁要去汉口 您加我微信 我告诉你们 十小龙儿 要 别微信 啊 哈哈哈 哈 汉口区中山大道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 新民中乐园 现在这名叫 凯德新民中乐园 就像北京堂那凯德 那凯德 凯德冒陵 这就是鳕击王子 现在的建设啊 虽然像汉口区 真当年的建物中保 一点都没有建 排成那个压子 为什么说火呀 今天你看看新民中乐园 也是现在汉口很大的一个收听了 那现在呢 上下四五层楼 1920年各位 新婚人里边过的剧场 1920年新婚人剧场里边 光说书唱戏的剧场有15个 而且说他比北京这些地儿 他优势在哪 您过去那天小 我们这也有黄八多 料地摆摊多 这是料地 也有话说 这儿一个摊 那儿一个摊 那儿一个摊 您找到哪儿 您愿意看哪儿就看哪儿 新婚乐园不是 当年新婚乐园怎么办 叫一票公司 您到门口买了一张票 进去哪个家儿 你都可以看 不限制 像什么呀各位 我说您出国们 特别像现在的 我这个环球影城 你到环球影城去 你公安事 我说我身上坐山堤 您是上中心 您买一张票进去以后 哪个人都可以看 说这边哈利波特 这边铁人金刚 这边小黄人 哪个人都可以看 这个好啊 为什么好啊 促进各个团队 各个脸书 团与之间的竞争 你一张票进去看 剧场老板 也是约权 全部各地的知名的马戏团 你说 你说是剧团 唱戏都来 年纪不用典 平时就闯出来了 您这人多呀 您这人多自然就卖的好了 您这就是没人啊 环球影城也不是 您得到有剧环球影城 您知道 你哈利波特那儿就排队 两个工程也进不去 有的那个小黄人那儿 人家都没人看 那为什么呢 你要是想吸引观众 你要想你这个项目被取消 你做得努力 这还生过去 还说实话 还生的IP 没什么大 绝对的关系 说我这个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不玩人照样吗 冰金刚 你现在还给我关注 你不过一看 你以后未来水世界 我们上那个洛杉矶 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帮你用张 以后未来水世界 买水世界 那就是个蜿片啊 九几天 各位就看了 那个蜿片啊 人家在这演了那么多年 那是最火的一个 为什么呢 人家的团队火来 过去新欢乐园也不是 说像是 我认为呀 各位也应该采取这名字 您在问老北京 过去西战有个启名插舍 不然你知道过了 年轻的观众 启名插舍 那是过去 老北京一个像是男的 到解放就不干了 所有您现在 请问到 清清简的 一个像是人家 都在启名插舍上 你锁得上来吧 苏文帽 李博强 包括 郭琪琳的实验十几关 现在两个战友 原来还是学徒呢 还是听呢 还是 老艺术家 跟着罗龙兽 张寿和 那个 这个 这个 马三立 从网林都在这儿干 过去起名插舍怎么办 各位 不像图人设计 早上前 您买个票进来 西场国 您进来听 说两 二场三场 您不爱跟您出一点 出一点票 不退 您想您将军来 您再见吧 那您还是怎么多钱 起名插舍不怎么办 起名插舍怎么办 进去场之前 一人发一小数码 一小数码 您几点进来 写着这小数码 说明今天两点进来 两点就给你写了 请完那号 说你三点出来了 按你三点结账 三点我出来 我三点一刻再进去 重新发你小数码 这就是练剑燃的能量 你说的不好 观众不进来 这实事真有话 一九四五年四六年 西南大街 那月漫天大雪的 屋里有屋子 观众不进去 为什么呀 喜欢的演员没到 你说的再好 我不进去 莫为淘汰 莫为淘汰 德军设计应该 表达不变的支持 我是支持 真的 观众买的票没有错 这是我的观众 我不许说什么 观众买的票没有错 观众爱听谁 观众买的票来的 那就是他的事 林中乐乐的当务 火啊 太火了 我为什么到武汉到汉口 调查完领后 我才知道当年这个计划 是起源不虚 为什么各位 武汉市中山大道 跟民政乐园一条街 什么您知道什么单位吗 是当年1925年的武汉国民政府 这两个建筑进了什么城都 就是德军社 我们的剧场 跟边上那个剧场 这个进的城都 中间就这么一条铺 就这么半 1925年大家说出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当过三个 当过首都的只有三个城市 北京上海加五万 广州那个不能算 不能全算 武汉当年 1925年到1927年 武汉国民政府 一直在武汉 到1927年民派和流 这才改革人性 所以说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权力 都在新民众乐园隔壁 就是一个强制格 1926年出入民众乐园 都是什么人 各位 毛泽东 董毕� 何香宁 孙科宋庆宁都这边 相当于今天的国家大医院 我考察这些资料在哪儿考察的 不是在新民众乐园里面考察的 这个作业全改造 商商 改成这个商场 这一样 什么都没有 我一见你几个事 我让人掉火 这个资料从哪儿搞的 其中他隔壁武汉国民政府 这种旧场的这个纪念火 什么造型 没人去了 还进去吗 没人去 进去签到 我是去年几月份 哎就这样 三四月份 我签到三四月份 我前一个人签到 是头一年的十月份 没人去 谁上那儿 谁上那儿签 民国期间的国民政府 就有什么意味 但是内部的保留了好多当年他隔壁新民工作人 当年的一些老照片 为什么呢 他离政府机关镇的近 那必然很多政府机关的宴起的国务商业活动 包括一些的演出 都是在这儿罢了 他必然火 再得一条街 这武汉国民政府再得一条街 是什么呀 武汉有个是叫基秀礼 说基秀礼 您不知道 我听了电影 去年有电影 就二十二 您看了 小贝安妇这电影 里边就讲基秀礼 基秀礼是什么地方 基秀礼是日委占据时期 当年在中国最大的贝安市 二十二里边您记得 有一个朝鲜的老太阳 您看了 那是在基秀礼拍的 当年那是日本最大的贝安市 但是因为他在武汉的市中心 他实话说 这几个受伤害的中国女性 并没有那么大部分都是朝鲜的父女 在那儿受吹的 最多的时候就上海的 一百多人两百年 所以你看 那个电影里面 当年那个老妈妈 那就是一个朝鲜族的一个老奶奶 日本头江以后没有走 就游戴基秀礼 日本人把这个生色场所选在这儿里 证明了 一个侧品 它是一个中心 毕竟是文化一个中心 咱目的文化 咱单手里面这一个新欢乐园 当然是最火的事 让各位 就是唱京剧 京剧 京剧是国粹 为什么是国粹 因为京剧是极大成员 四公五法都是意思 比如说京剧在武汉 这么火爆 我说在汉武 在新民工作园 这么火爆 这就是原因 京剧啊 不是北京的地方 我不知道 新年之间 这种观众 有没有喜欢京剧 对京剧了解 京剧不是北京的地方 它虽然叫京剧 北京有多地方 北京有 许剧 所以说是北京的地方 京剧啊 是规矩 跟汉剧啊 慢慢融合 走入北京以后 又融入了一些北方的剧 帮子啊 一些唱腔啊 最后才形成了 这种的京剧 好多年轻人说 京剧听不懂 是不是听不懂 对 确实听不懂 为什么京剧的方言 我们京剧讲到什么呀 叫胡广阴 中正运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胡广阴 中正运 什么叫中正运 中正是哪 中正是河南 也就是说京剧里边 有一些河南地区的方言 什么叫胡广阴 胡广阴 就是今天的 胡本跟胡南 明朝的时候 胡南 胡本那个地方 叫胡广 故郑是新 现在的胡南 叫胡广南路 胡北叫胡广北路 咱们我们那个 天条的胡广阴 我们的剧长 那就是当年 胡广地区的商业人士 包括学生 到这儿在门 就会进去说 京剧里所说的胡广阴 如果说准确的来说 应该就是 以武昌的中心 他所辖地区周围的 一些方言特色 所以好多人说 经理清楚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例 经理 大家都知道 三家店都听过吗 同一句 江生儿来自在大街头 怎么看 你学一下 江生儿来自在大家头 这一句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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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咱们说这个字 几个字 江生儿来自在大街头 九个字 每个字都有讲书 京剧男就男的字 第一个字 江 江在京剧里不能读江 要读江 这个不叫天团字 岳某没改 生不改了 读江 天团字 有些叫做天团字 第二个字 申 申普通话发音是一声字 我先给你讲 胡广音跟北京普通话音的发音规律之后 北京音的一声音 胡广音还发一声音 北京音的二声音 胡广 胡广能发三声音 北京音的三声音 胡广音发四声音 北京音的四声音 胡广音发三声音 咱们再看一句话 江 山 山 一声音 胡广音还发一声音 而 二声音 四三声音 出耳 来 二声音 发三声音 来 至 四声音 发三声音 直 在 四声音 发三声音 来 大 四声音 发三声音 接 又是接反字 这个是 运不不变声音 接不接 最后一个口 口 口是四声音 按道理来说 应该发三声音 但因为它是落美音 要上阳 所以 改发一声音 将生而来自在大街头 贼呀 生而来自在大家一头 各位 这是一句 京举男啊 做科班七年大运 现在在西教学上 各位 就学这一句七个本学 你要来外 不然得把他气死 本身你们中国字的四生就缺德 你看我学上去 把四生都给我改了 不好干 就这么学 一句一句的学 这还不算 唱人做哪 四无无法 坦净工把的工 不算哪 学三年学几年出来 到院观 一月开三千多块钱 我们家楼下烧 你服务员 开五千转转转转 你这玩意不玩得平 为什么 所以说 不耐观众 我玩的玩 这不耐观众 不耐演员 你还是没有研究技术 我师父现在你在唱京剧 一样 也是 观众赞同 买一下 就是说 意识还是同意 文化的观众 你特别是爱他 演员不理 京剧 胡广音 京剧 再有一个 胡广音对京剧还有什么注意 胡广音有好多虚诺 杂美啊 你都听过吧 杂美啊 头一句包容符 打坐在开封鼓 这西匹老板 包容符 打坐 踩踩 踩踩 帮攻 吱 就 Form 做 人家里的正式 包容符 打坐在开封鼓 最后一个字是 但唱着 不能落在鼓上 也得不好听了 包容符 give 说 夫是毕口音 不好听 所以后边有加一个须字 U 这也是胡广音对京剧的名声 所以说 湖北人 武汉人当街爱听京剧 那是太你 data 你们拿着我刚才唱的这个 您打车坐火车 您到汉口 马路上转一个人 他不懂经历 你把这个词拿着让他念 跟我这个大差不差 当现在汉口火呀 梅兰峰先生到汉口 把汉口语为什么呀 我汉口叫戏码头 多少唱戏的民族 到了汉口就不想走了 为什么呢 关注养人 爱听爱看 咱说一个艺术家 是咱们这书里边的 谁呀 著名的七派老生周信芳 1920年 各位我这书精确到历史年限 别人说说精确不到历史年限 我为什么说说能精确到历史年限 后文说我一句 1920年周信芳在汉口 现在的新民众乐园唱戏 好啊 周信芳那是大艺术家 能承认艺术家的周信芳梅兰芳 这叫艺术家 现在你都不叫艺术家 什么叫艺术家 你得对本的行业承上请下 做出个重大贡献 才能叫艺术家 不是你的岁数大 不等你 那没关系 周信芳大了 1895年生人 1920年周信芳多大 贡献你算人 周信芳二十五岁 25岁周信芳就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棋派的代表人 有的温中文这么活儿八料 1925年小孩呢 咋就提外败的军事 不然过呗 你得翻开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科学家 他们所取得重大的估计都是在三十岁上下 你去查这个 爱因斯坦 梁泉宁挺正道 居里夫人一看 没有超过四十岁 你最黄金的年龄就是三十岁上下 就是张英雷波提琴唱下的 对 在当时那个年代 他就是成熟的一个人 唱好 周信芳在民众乐园唱火了什么程度各位 唱好啊 因为汉江场景改道 长一年是胡老再三 周信芳在汉口唱个戏新军宗教员 长江水倒灌观众无退场 什么意思 观众看着戏的长江水进来 这就淹了 观众起来站在顶上看无退场 今天的演员哪有能达到这个程度 太烫了 1922年 三五汉唱 在汉口唱 唱什么戏呢 都是代表军众 徐策宝城了 肖和月下归寒庆 唱来唱去唱了周末唱了一首戏 这戏叫什么 这戏叫舞碑亭 老戏你可能有听过这戏 又叫网友到休期 这戏大概是什么港带啊 简单说了 网友到什么秀 曲奇梦氏叫梦月华 两口子接回以后三天梦氏回门 就回家看了自己的电话 回门以后再回来 感觉是瓢户大军 天又黑了 走了一个玉碑亭 什么叫玉碑亭啊 皇上写着这 卢国强的卢谷小月看见没有 皇上写着这玉碑亭 在这贝鱼 正贝鱼呢 见了一小伙子 这小伙子叫刘生春 没看见这梦月华 喀喀打一立场 借着亮光才看 哎呦 这里边站一小媳妇 什么叫小媳妇 过去姑娘的媳妇不一样 媳妇嫁人 你过来头的痰痴 哥哥 你松见柄叫啊 你现在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要被鱼 我女孩掌票了 我还都回信了 那应该不行啊 摘一组绣变为师姐 走到大街上 一段女孩子穿的衣服长了 外面来小伙子不认识 你这绣子跟这小伙子绣子搭上了 回家以后这绣子的脚 这叫师姐 那好家伙 三更半夜没有人 你这小媳妇 那小伙子跟这玉碑亭里边呆下 这看着这个小伙子 有生存 人性好 这不叫封建名气 那不叫封建名气 有生存 看你吃都不方便 从此背景就出来 这这君子 对不对 不给别人添麻烦 不因为我的存在 给你造成不舒服 有生存就出来 独大的雨 找个树底下 这一家就是蒙根了 没上一个 找树底下 您那一宿 诶 雨过天井 俩人各自散 这孟宇皇回家把这事 没跟王友道说 没跟自本老红说 跟谁说呢 跟着王友道的妹子说 王淑英 妹子就把这事跟自本哥哥说 王友道就慕问了 你说跟这小伙什么东西发生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发生的 在这的时候传出去不好听 就因为这件事 一直兴书 把这梦里发生给你修了 我劝了 修了 修了以后 网友到也进京两宝 敢讲的 跟毕与这个书生 同榜一块得中 就留生存 俩人共同谢师的时候 了解这个事来 网友到这才是悲哟 感觉我媳妇不是那样 这才把媳妇从娘里接了回来 这事算贴大欢喜 唱这么一个戏 周信芳挑这个戏挑错 为啥不可爱 熟悉旗派特点的人就知道 旗派老生的什么名字 旗派是做过老生 你看一则王鬼 消负力下归寒信 看他是做 吹胡子瞪眼 旗派的代表人物 皆以义补忠臣为主将 网友到休息这个戏没有其他什么事 网友倒是一个很平淡的人 前面俩人预备银香 我就没什么事 观众就不买账了 和现在来说 周信芳的部署 什么都大数据 别乐各位 现在你们要小心 凡是你们在大卖网买的票 你们的个人气息 是被荣商掌握的 对吧 你们是非要被推送的 你们买票 所有人你们是坐什么车来的 是坐飞机来的 坐着口感 坐着商务坐着 在酒店里面住着什么套房都知道 以后你们的数据被掌握以后 会根据你们的数据进行推送 什么叫推送啊 前面网上充电事您知道吧 不同的ID打开酒店价位不一样 为什么呀 根据你们的消费习惯 根据你们的大数据进行推送 江湾德云社也不是 不满个位呀 十年前 我是澳总委的网络工程师 不满个位 我在手机放 我是干着 现在不干着 你们的数据都在公布上去 你们今天网上去坐 所有人你们都上网上 都登记在这一个基站下 今天来的是什么手机号 都有数据 他们不会把你的手机号招了 但是可以把你的数据知道 你们拿微信点人一餐 拿支柱宝点人一餐 你爱吃什么 你爱去哪玩 你们的消费习惯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当前 手信方要是给我用户这个大数据 他就放不了这样的错误 你得知道今天观众来的是什么人 我们航话叫把领开火 线上员站着网站一站 三个包子知道今天观众来的什么层次 挑这些的挑户 汉口的观众大满头 好多观众是在热水 一听你来这些观众不爱听 那么航话就台下输了 什么叫输了 观众的议论开始抄得更金了 中心方的这些观众 这么大个大汉口 这么大个大汉口 都不懂戏 那怎么办 硬头鞭得唱 唱来唱去唱到哪 就唱到网友道修书 写修书这一段 这段是新鸡刀版 网友道提里来不干 网友道提里来不干 这句话唱完以后下面全是乱了 就在乱的时候 二楼即点儿有一孩子喊着一声 好 中心方的一听 哎呦 不懂戏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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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